呃,这里还是这么阴森,要不是为了调查,我可不想来 啊,快看那边,好像有个人 旅行者和派蒙,真没想到会在这种地方遇到你们 竟然是燕妃,你一般不是在离岳港里工作吗,怎么跑到这种鸟不拉屎的地方来了 嗯,说实话,这趟工作确实有点特别,岑岩巨渊最下面原来长这样,我也是第一次见 啊,不对,两位帮我个忙吧,有人在找我,如果他们问起,你就说没见过我 啊,什么意思 那可不是,这件事说来话长了 总之,堂塑的事就交给你们了,一会儿接 喂,燕妃她真的走了,怎么办呀,我突然好害怕 你说,她该不会是犯了什么法,才逃到这里来的吧 会不会是什么很恐怖的事情 不要太天真哦,这个社会可是很复杂的,先做好罪话打算,万一真有什么事,我们就成她的共犯了 呃,要不要谈护她呢,好纠结 喂,喂,你们的家伙 啊,来了,有人来了,不过这个声音,好像在哪里听过 哈哈哈,竟然是你们俩,跑到这种地方来度假吗 哦,看你们的样子,最近应该过得不错吧,嘿嘿,我也是哦 哈哈哈 你后面那个人是 你们好啊,我是荒龙派成员九七人 哈哈哈哈,差点忘了,来来,给你们介绍一下 这位是我们荒龙派最厉害的人,阿忍 哦,原来也是荒龙派的人呀 在花线版混的厉害人物,肯定要加入我们荒龙派呀 平时帮里的事都是阿忍摆平,也让他照着你们好了 老大的朋友就是我的朋友,很高兴认识二位,旅行者,派蒙 很上洞嘛,那我就叫你阿忍啦 嗯,以后请多关照 其实我有预感,说不定最近就要你们关照了 不过一等,你刚才说,你们帮派的事都是他在摆平 那其实他才是老大吧 白萌,你在说什么傻话,老大是我 天上地下花线版荒龙派,从来只有我一个老大 我懂了,是没用的老大和厉害的部下 算了,凭你这个小脑瓜想不明白也正常 本大爷不跟你一般见识 哎,言归正传,你们有没有见过一个粉色的,绿绿绿什么什么法师 反正就是个懂很多的人,个子不高,戴着点怪帽子 是一位来自黎月的绿法咨询师,名叫燕妃 我猜,二位获取认识 没,没见过,也从来不认识 哦,看来你们见过他 我没说,我什么都没说,你不要瞎猜 紧张了,看来是被我说中了 人在撒谎的时候,会下意识眼神有异呢,派蒙 不过别担心,我们没有任何恶意 你们认识燕妃? 认识认识,她已经是我的救命恩人了 什么救命恩人? 等一下,你们两个怎么会出现在藏颜巨渊啊 哎呀,到齐锁国令最近解除了,这事你们知道吗? 阿人来黎月拿她的毕业证,我怕她一个人出远门不安全,就跟过来了 毕业证?你在黎月上过学? 我在黎月同文学术进修过法学 可惜毕业前夕回家探亲,刚巧碰上锁国令 这张毕业证,拿晚了好几年 我们到黎月港办事,老大排队时跟千颜军士兵起了冲突,险些被拘捕 幸亏燕妃小姐路过,出手相助 要不是二人帮了大忙,我恐怕要进黎月大牢了 所以,就想帮她做点什么 但她说没什么需要我们帮忙的事 那可不行 出门在外,哪会不遇到麻烦? 干脆跟着她,等有需要时,我立刻一跃而出 不,不,真的只是想保护她 因为她省色匆忙,感觉是去做一件重要的事 在这世上,想做点伟大重要的事 难免要遇到什么麻烦 你懂的吧,我是好心啊 卫行者 好,谢谢了,我这就去找她 喂,二人,走了 恩人,等着本大爷来助你一臂之力 谢谢,下次见 你刚刚是故意骗一斗的对吧? 其实我觉得二人没有相信你说的话 或者说,她也觉得一斗太馋人了 不希望她给燕妃添麻烦呢 这个二人,很有眼力嘛 这样一来就没人找她了 只好要是遇到燕妃,记得把这个好消息告诉她 那我们先去上次那个被砸过的地方看看吧 你看,燕妃正好也在那里 燕妃,那些追你的人被我们支开喽 太好了,多亏你们 那位打扮花哨的大哥可真热情 要是平时应该能交个朋友 可惜我今天有正事要办 嗯,什么正事需要在这种怪地方办啊 该不会你也想转行当冒险家了吧 我是律法咨询师 偶尔也会遇到这种不得不亲自出远门的情况 这次来曾颜巨渊是因为一份遗嘱 遗嘱 嗯,我在一本古书中找到一份遗嘱 应该是从前的某位高人所留 他有一件法宝失踪了,想找回来 这种事竟然也要律法咨询师做啊 真辛苦呢 代为执行遗嘱也是律法咨询师工作的一环 当然了,像这样的情况确实不多见 曾颜巨渊也不是想来就来的 哦,原来你知道啊 咦,谁啊 哎呀,你在啊,果然被我猜对了 大律法咨询师到曾颜巨渊来办事 哪里需要请示我的意见 有叶兰在的地方,我说坏可不算数,对吧 她,她是谁啊 这位是叶兰,黎月的… 嗯,我能说你旧职与总巫司吗 总之,是我的一位朋友 可以啊,刚巧 最近我也在这一带有事要办 与各位算是小有缘分 旅行者和派盟或许不认识我 我对你们倒是有所耳闻 几位来这里办事 我的工作则是监察曾颜巨渊 依照规章,我理应陪同 但这次我另有药物在身 怕是无法全程跟随了 几位自便,不要搞出什么大动作就好 糟糕,我还想请你帮忙的呢 看在往日交情的份上 你能不能稍微抽点时间帮我搞定这份遗嘱 求我,可是要拿出诚意的 好说,请导游也要付钱的嘛 刚巧平姥姥给了我一些好茶叶 不嫌弃的话,让我请你喝杯茶吧 不如先说说你来此地的详情,我才… 喂,你们 你都怎么回来了 好啊,你们,故意支开我是吧 我说吕琴舍,你怎么不相信你的兄弟我了 刘布 你谁啊 抱歉,这一带都属于层岩重地 外人还请指货 开什么玩笑 你这里又没个告示围栏 还帮人走路了 真正危险的地方 不会有任何引起注意的告示 原来这里是这么重要的地方啊 这里确实不是能随便出入的地方 我也是因为这一点,才不想让两位跟着 只可惜,我的拒绝没什么用 旅行者帮过黎月许多 燕妃是黎月知名的律法咨询师 我信得过二位的立场和行为 没有阻拦你们在这一带活动 至于这两位 你什么意思 觉得我没名气 还是觉得我不怀好意 正因为不清楚你的底细 才不能让你随便行动 再说,燕妃的态度 怎么看都不像是需要你帮忙 对吧 你怎么知道 你是她肚子里的蛔虫 哦 这不是一目了然的事吗 倒是你 身为盗妻来客 还是入乡随俗 按当地规矩办事比较好啊 你 别冲动 她说的是实话 呃,怎么吵起来了 麻烦了 她不该跟夜来硬碰硬的 我们不知道这里性质特殊 既然您这么说 我们会尽快离开 不过要真是危险地区 最好还是立个告示牌吧 感谢你的意见 我会考虑的 如果我们不打算马上就走呢 老大 那恐怕 就会发生不愉快的事了 啊 意思是你能打赢我们两个 你很自信吗 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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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不打算马上就走 他能把我怎么样 哼 觉得我喜欢开玩笑 糟了 他们两个要打起来了 啊,二位稍等一下 此事因我而起 不如给我一个面子 啊 啊 不好 这里似乎 啊 别扯开话题 我可是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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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疼疼疼 怎么搞的 喂 你没事吧 啊 啊 把树垫在屁股底下 也不抗摔啊 就是 这 这是什么地方啊 疼疼疼疼 喂 二人 还有我的兄弟 恩人 没事吧 真是非来后悟 喂 我们到底是掉到多深的地方来了 嗯 看来在刚才的对峙中 地面坍塌了 难道是因为催动了元素利 可不是本大爷的错啊 你说话这么不客气 谁听来都会发火 我的工作就是阻止外人乱闯重地 假如实话实说也算不客气 你的心智会免有些脆弱 你 人活一口气 我就是不喜欢让步 老大 你根本说不过他 干嘛非要跟他吵 二人 你帮哪儿逃大 点名现状而已 虽然理解你的心情 但你没事就跟人起冲突 也是在给我添麻烦 我发现了 一斗即吵不过夜来 也说不过阿忍 他在这里很弱势 好生气啊 不要把我跟一斗相提并论 喂喂喂 这话是什么意思啊 照常识吧你 我 我说的可是实话 你是笨蛋 大家都知道 我是笨蛋 那你是飞行矮锦瓜 飞行矮锦瓜 哎 气死我了 我要给你起个难听的外号 就叫你放牛蛋 哼 放牛蛋 你很狂嘛 在一起 好 混蛋 快死我了 跑 以免涉及太多各位不该了解的秘密 原则上我不会与大家为敌 也希望大家别在保密问题上为难我 至于出路 我会尽力 他怎么走了 是去找出口了吧 叶兰她可能是我们之中 最懂得应对危机的人 就让她去吧 非常抱歉 一般来说 我不会向无关人士透露委托人遗嘱的内容 所以没能跟二位说实话 对不起 我来岑岩巨渊 是想找回遗嘱中提到的太威遗盘 许多年前 我都委托人将这一法宝交给有志之士 希望这件宝贝能在需要它的地方发挥作用 而巨木记者说 那个接收法宝的人 带着他往岑岩巨渊去了 此后便下落不明 历史上岑岩巨渊一带 曾发生过多次战争 可就算那个人在战争中死去 我也希望能结我所能寻回法宝 原委托人一个心愿 至于先前叶兰说的也都是实话 曾言巨渊暗藏危机 你们应该也体会到了 现在遇到这种麻烦 我想我们就一起想办法出去吧 既然恩人这么说 好 这个面子我卖了 现在开始大家都是同伴 至于那个臭屁的家伙 叶兰 不是在总卧司工作吗 总觉得她是个很厉害的人 没想到做这行需要这么大本事 嗯 对外好像是这么说没错 关于她的身份 我不便透露太多 只能说 这份工作非她莫属 什么工作啊 竟然要在这种鸟不拉屎的地方上班 这个我说 骂险佳呀 怎么了那副表情 我又没说错 你我不就是这样的吗 你最近变得小气了呢 让我蹭蹭名头怎么了嘛 对啊旅行者 你是派蒙的老大 老大要有气量 应该都让小弟占光 我们不是这种关系 派蒙 老大说的话听听就好 不用往心里去哦 哼 看在阿远的份上 好吧 我 我是老大 我让着你们 我们所在的 难道是没有卷宗记录的 另一处封印 这里会有什么呢 我这里带了些食物和饮用水 各位需要就说 真好 放牛蛋 虽然你不太聪明 但你的下属好能干 好可靠呀 嘿嘿嘿 喂起 哎呀 本大爷也很聪明啊 前方有个入口 里面似乎有路 会是什么呢 去看看吧 嗯 这种地方竟然有秘境入口 不可思议 有进路 应该也有出路 进去看看 周围这些 似乎是有点黏头的黎月山岩 跟我在书上看到的类似 这里的秘境 应该已经存在很久了 嗯 有声音 嗯 嗯 呀 诗香 降魔大圣 你怎么会在这里 啊 我也刚从上面下来 听见有响声 一路追至此地 是不小心掉下来的吗 要不要跟我们一起走 不必 我另有要事在身 找人 这里不是你们该来的地方 尽快回去 还是那么来无影去无踪呢 刚刚那位小哥很有戏是吗 刚刚那位小哥很有戏是吗 根本大爷有地拼 看来是个厉害角色 放牛的 你哪来的自信啊 放那位先生单独行动 真的好吗 那个人啊 就算你不让他单独行动 他也不会听别人的 不过他很厉害 所以随他去吧 各位 从这里开始 请你们多留一丝周 谁都不知道前面的路上会有什么 随时做好准备 好准备 虽然已经承认你们为同伴 可是 凭本大爷的战斗天赋 不需要他提醒 也不需要他带队 老大 知道了知道了 我倒是觉得 夜兰给人一种安全感呢 放牛的 你这外宾 要好好跟大家相处哦 飞行紧瓜 不要把自己当本地人行不行 这种形式的迷宫 确实是礼乐特产 好稀罕的地方 要不是我们急着出去 要是可以在这里欣赏欣赏风景了 再找我 好好地 你们 这种形式的迷宫 这种转来转去的结构 哦 跟我们以前走过的一些仙人秘境有点像呢 难道 这里也有仙人吗 不若金汤 无聊 这种转去的 我可能有很多人 我只是想一把 ele 找到他的審査 我只能把他杀上了 我只能計劃自己的招待 我只能拒絕 大家可以拒絕 我只能拒絕 但是我可能拒絕 你不是想拒絕 我只能拒絕 我真的不想拒絕 很快 换为尘埃吧 诺 采 行 古法神木 黄星 天洞万象 胆如磐石 正常吧 救你消失 无能 无能 喂 快看那里 似乎是出口 不对 怎么搞的 我们 我们怎么回来了 这里是我们走过的地方 对 是起点 可我们没走错 刚才一路走的 都是通往出口的路 没有挽回 我也记得是这样 吕先生 你也确定没错对吧 奇怪 在到期有种说法 商人晚上走夜路 中了梨妖的肩戟 整晚都在同一个地方 绕个不停 直到天亮还走不出去 不就是鬼打墙吗 我也知道啊 原来大家都知道 那就好办了 我现在认为 我们就是遇到了这种怪事 不过没关系 我有个帮手 能驱邪 遇到这种情况 就该叫他出来了 一斗这个鬼 身边竟然有驱邪的伙伴 他心可真大呀 迟钝是老大过得好的资本吗 来吧 阿宠 这就是咱们荒龙派边外成员 阿宠 阿宠 我觉得不像靠谱的样子 谁知道 阿宠 去 给兄弟们找条名路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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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啊 啊 我不会吧 怎么了 阿宠说 他沿路找遍了 根本没有出口 可我们既然能进来 没理由出不去呀 不行 我去看看 你们注意到了吗 起初 我们以为自己 是从上空掉下来的 那是头上 还有高不见顶的出口 现在出口也消失了 怎么会这样 看来地下这些建筑 不是我们想的那么简单 我四处检查一下 这里四处都是掩壁 会不会 会不会是我们记错了 其实我们根本不是从这里掉下来的 喂 你是在害怕吗 我 我可没有那么胆想 阿丑也觉得你害怕了 没关系 害怕就说出来 我们保护你 愣着也不是办法 再找找路吧 阿人 你陪着恩人 我带旅行者和派蒙 好 大家都要注意安全 恩人什么呢 严重了 叫燕妃就行 一斗先生不愧是帮派老大 很有领导力嘛 哪里哪里 你叫我一斗就行 既然说好都是同伴 就该彼此照顾 派蒙 好 怕的话本大爷可以捂住你的眼睛 哎 真的没有出口 我觉得 这地方有问题 老大 你们那里怎么样 而且就在刚才 我余光好像撇到几个人影 也是真弄鬼了吧 虽然现在气氛很不对劲 但我还是要说 一斗 你自己不就是鬼吗 不是啦 我是说那种 那种忽闪忽闪 一会有一会没的 恩 一斗 其实 你怕鬼吗 哎呀 被人家看出来了呢 老大 我哪有 你们不许乱说 看你这样我忽然不怕了 喂 草牛蛋 要是害怕的话 我可以捂着你的眼睛哦 看来 我得找点别的事做了 放点盐 胡椒也来一点 对 烤锦瓜很好吃 一会儿你也尝尝吧 有甜鲜两种 你喜欢哪种 嗯 那就都试试好了 越是现在这种场合 越要稳定精神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 这里可能藏着不方便 让我和老大知道的秘密 不过别担心 我会注意不让老大 打扰你们讨论机密的 哇 居然在烤东西吃 燕妃小姐要来一点吗 我不饿 你们先吃吧 说起来 跟二人也是好久没见了 是啊 上回见面 还是我在黎月念书的时候了 你来替我的老师 带了一节课 带课 啊 想起来了 是有一年的冬天对吧 对 大家都说你讲课很有趣 这么说来 应该叫你一声师姐才对 嗯 这个叫法真不错 我喜欢 没想到会跟师妹一起 遇到这种意外 也算是缘分了 而且风格诙谐幽默 欲教娱乐 很受学生欢迎哦 哈哈 师妹真是过奖 几位 都在啊 叶兰 我们分头找过了 这附近没有出口 你呢 有什么收获吗 没有 而且 虽然我不想这么说 但还是做好心理准备吧 如果一直找不到路 我们也许会在地下待一段时间 嗯 我想也是 明白了 但世上不应存在只能进不能出的地下空间 这不合理 我会继续想办法 各位假如找到疑似出口的地方 也千万记得 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进行探索 六小吉 指是 吉他 三小吉 好 喂喂 看你神情严肃 需要做什么吗 小 对啊 你是不是想叫她来帮忙 好 试试看 呃 我 嗯 没有回应 我还以为萧无论在哪儿都会赶过来呢 难道说 就连萧都感觉不到我们的气息吗 不行 我要再去看一下 拿出我荒龙天下独尊一 老大 干嘛那么严肃嘛 考警官 你怎么说的呢 发生了那么大的事情 你就叫我在这儿烤醒瓜 听见没 阿丑都说你说的对 等等 阿丑你又是包哪边的 后勤是很重要的 保持充飞的体力和稳定的精神状态 才能应对未知 阿丑也知道这个道理 好啊 你们一个两个的 这就已经吃上了 等等 已经熟了 香倒是挺香的 好吧 那就先垫垫肚子才想办法 别把警官吃完了也给我留两个 没想到我们会被困在这个地方 这下可真是难办了 就算我博学广文 那也是在律法领域之内 我可不懂什么越狱的知识 亏我还和老爹定过要快乐生活的契约呢 至少我不能消沉 往好处想 能来新地方开开眼界 还能和俊友重逢都是好事 嗯 对 好事 嗯 现在情况严峻 暂时找不到出口 要做好多待一段时间的行李准备 好在物资看起来还不缺 这只拼拼凑凑的队伍里 也有善于应对危机的人 照顾好你们自己 剩下的 我来想办法 好无聊 好想在外面的世界自由奔跑啊 那就自由飞翔 总之 好想出去啊 一整天 我感觉都过去几个月了 就算没有几个月 也得有二十多天了吧 哟 你们在这里闲聊呢 放牛的 你来啦 各位 我刚在外面找过一圈 今天也没什么收获呢 喝口水休息一下吧 谢谢师妹 你不提我都忘了要喝水 谢谢 啊 好想出去 好想在大街上打滚 好想找人斗虫 老大 注意行象 每天在这个破地方转来转去 好空虚啊 要是在外面 还能吃吃拉面 上上花 多好啊 拉面 等一下 旅行者 说到吃面 你肚子饿吗 我也不饿 你肚子饿吗 你肚子饿 看我 给你这么多好想 你肚子饿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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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听见这句话了 如果真是这样 二十多天都不感到饥饿 这可能吗 这里也有问题 不同人对时间流逝的感知不一样 就算有个体差异 也不应该差这么多才对 这么一说 我感觉是过去了三五天 却没觉得口渴饥饿 我虽然烤了食物 也不是因为饥饿才吃 只是转换心情 本来想着要节约口粮多熬几天 可没想到 从那之后就再也没感到过肚子饿 不仅不饿 身体也没感到明显的疲惫 睡眠与否 似乎也没有什么影响 我有同感 休息不会改善缘友状态 已有的疲劳感也不会增加 非常诡异 简直像是身体状态停滞了一样 越说越吓人了 我不敢想 怎么了 你想到什么事了吗 怪了 照这个说法 那位小哥怕不是遇到危险了 那位既然是仙人 简单的困境困不住他才对 恐怕 陛下的麻烦 比我们小的还大 各位 我有发现 刚才在那边发现一条新路 似乎连接着未知区域 是出路吗 太好了 出口出口 终于找到出口了吗 我总觉得事情不会那么简单 大家还是做好心理准备比较好 呃 好像没什么不一样嘛 刚才我检查石壁时 发现这片石头有异常 它应该是用障眼法构成的 为了掩盖后面藏着的通路 后面真的有路 不容易啊 总算能出去了 燕兰小姐的意志力和观察力都太厉害了 这几天你几乎没有休息过吧 没关系 我不累 好了 人都到齐 不妨进去探探 快走快走 我已经迫不及待要逃出去了 请不吝点赞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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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们等我什么 总不会有个大活人吧 小莫大圣 小 是小吧 干嘛吓唬人啊 是幻影 我碰不到他 小莫大圣 能听到我们说话吗 小哥 小哥 站住啊 没反应 怎么搞的 你们 说坏了 我们找了你一路 跟着声音找过来的 没想到你真的在这里 但是好奇怪啊 我们碰不到你 你怎么是个影子 影子 不过也够巧的 才听说你失踪 就在这怪地方 听到了你战斗的声音 运气真好啊 你们受伤吧 巧 等等 不对劲 这座秘境有问题 你们 尽快离开那里 尽快让他跟我们会合比较好 你遇到什么事了 你在哪儿 我们去接你 不 当务之急是你们的安全 这个空间似乎贵 突然消失了 他人呢 不是受伤了吗 我们得去帮他呀 附近能继续探索的 似乎只有哪个入口 没想到受伤的人反而警告别人注意安全 可我们又没遇到什么危险 话说回来 秘密就在这个洞里对吧 别担心兄弟 本大爷正是来救你 老大 别一个人冲在前面 你又不是狗 别担心了 本大爷可是无敌的 我的屁股 看来坑很深 大家注意安全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